在6月20日早上,警方接報一間位於壽茂坪安達邨的便利店 當時遭到一名賊人行劫 該名賊人當時是頭戴著鴨嘴帽和口罩 另外,他手持一把長大約30cm的鯉刀指轄便利店裡的售貨員 當中夾去了一共6,000元港幣,然後去桃墟 壽茂坪警區接查案件,經過我們回看村內的閉路電視和情報分析 在今天6月22日下午,我們在安達村內拘捕了一名48歲的中國籍男子 亦都在這名男子身上和住所檢獲當日匪徒 曾經穿著在犯案時穿著T恤、長褲、波鞋和背囊的 答案 最後但,您可以來看村内的事 提供出現 您可以準備一選 甚至招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